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人尽人爱 花尽花开 车尽车胞胎的三眼美食 在之前的视频中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用啤酒瓶盖 来刮鱼鳞不乱飞劲 刮得又快又干净 那么今天我们把它 放到土豆上 没想到会有这么神奇的作用 好多人都不知道 快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平时我们做土豆菜的时候 都是用这菜刀来 给土豆去皮 或者是用这个 修皮刀来给 土豆去皮 这样呢都会 削到这个土豆上的 果肉 那么今天我们拿来一个 废弃的啤酒瓶盖 来给土豆去皮看看 我用这个啤酒瓶盖 上面的这个 像牙齿的地方 来这样刮 这个土豆皮也是自然脱落 并且它呢 非常的薄 不像我们用菜刀 或者是削皮刀那样 这样呢拿给土豆去皮 就不会浪费 并且去皮也是非常的快速 现在这里 有窝坑的地方 它呢 很容易的刮掉 要是这个位置 我们是用 这个削皮刀来削的话 直接就把这个 上面这凸出来的给抹平去 这样就非常的浪费 这个啤酒瓶盖呢 它就轻松的 只去掉这个土豆皮 我们用啤酒瓶盖 来给土豆去皮 非常的方便 又快又干净 并且它还不浪费 我们的一个土豆皮 就去得干干净净啦 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小方法哦 这样我们以后就不需要用削笔刀 或者是菜刀来给土豆去皮啦 那么这个啤酒瓶盖 我们除了瓜鱼鳞 给土豆去皮之外 剥大蒜也是非常的厉害的哦 平时剥大蒜的时候 我们用手来剥 也很难剥 并且用指甲这样抠的话 这个大蒜里面的果肉 进入我们指甲里面 能力弄伤我们的这个手指头 有时候呢 就会很腊手很痛 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 废弃的啤酒瓶盖 来给大蒜剥皮 也是非常的快速 并且又不用伤到我们的手指头 这样就剥得一半啦 所以说平时我们做菜用到大蒜的话 直接拿一个这个废弃的啤酒瓶盖来剥大蒜皮 又快速 又不伤到手 非常的方便又食用 除此之外 平时我们做菜用到生姜也是一样 用手去抠这个生姜皮 很腊手 手很痛 那么我们一样也可以拿来这个啤酒瓶盖 给它刮皮 又快又干净 又不伤到我们的手 所以呢 我们在厨房中 备上一个废弃的这个啤酒瓶盖 它的用处很多 既帮我们省时省力又省钱 其实我们要学会利用生边的废弃资源 就不用再浪费钱去买其他的工具来 下面我们把这个去护皮的大蒜切成蒜末 再切一点姜末 切完一起装入小盘子中备用 下面我们就用刚才去护皮的这个土豆来做一道美食 然后我们把这个土豆切成土豆丝 两面都切出两片 然后先把它切成薄片 切好的土豆片 比马平 我们改刀把它切成细丝 切好的土豆丝 放入清水中浸泡 浸泡出部分淀粉 这样炒出来的口感更佳 也防止它氧化而变黑 然后我们再来切一点胡萝卜搭配 把胡萝卜切成丝 切好 装入盘中备用 起锅 放入食用油 放入姜蒜末 还有干辣椒 把它们爆香 然后把土豆丝捞出 放入锅中 大火快速翻炒 炒至土豆丝变透明的状态 加入少许食盐 一点点米醋 翻炒均匀 倒入胡萝卜丝 再加入青椒丝 一起翻炒 炒至断生 加入一点生抽提味 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一道香脆入味 那青草土豆丝 我们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 开胃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 可以来试试哦 看完你应该明白 这个啤酒瓶盖 放在土豆上的 神奇作用了吧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 有用的话 欢迎点赞 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